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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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各位同學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向量 坐標表示法和係數機的 關聯性 其實我們向量除了用集合化之外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記錄在 坐標平面上 比如說我們今天如果在 坐標平面上有兩個點 A點跟B點 基本上我們對於向量的 記錄其實就是從A到B 這個方向叫做向量AB 可是因為向量 它是具備方向跟長度量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它移到像 紅色這個位置 移到像紅色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將出發點移到原點 結束的點我們就來記錄 它的位置是什麼 我們可以從A跟B 這兩個點坐標 它S的分量 剛好就是S2-S1 而他們Y的差距 其實就是Y2-Y1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記錄 這個位置的點坐標 就是S2-S1-Y2-Y1 所以未來我們在坐標 形容向量的時候就可以用 從原點出發 但是會結束在哪裡的點坐標 作為這個向量的記錄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樣的去記錄它 而這個時候這個向量的長度 AB向量的長度 其實就等於AB線段長 所以就會直接用距離公式來算 這樣一個過程 好 那同學這樣應該懂吧 好 那到了空間中 其實是一樣依此類推 所以如果點坐標 只是多了一個力的分量的話 那基本上紀錄還是一樣 從A走到B 這個向量 我們可以決定它就是 用B點的坐標去減掉A點坐標 這樣子的做法 那之後他們的長度也是一樣 透過B式定理再加強成空間版本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公式 就是S分量平方 加上Y分量平方 加上Z分量平方 這樣子開根號就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向量的平行 好 那向量平行 其實當AB兩個向量平行的時候 那我們會發生什麼事好 那我們先用一個例子來看 橘色A向量它是一個向量 那如果要跟它平行可能 像藍色這樣 或者是像綠色這樣 因為平行這件事情 箭頭不是重點 而是那個線段要一樣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感覺出來 那好像就是把A向量伸縮 或者是走相反方向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用一個 運算規則來記錄它 就是B 向量如果要跟A平行 那它就是把A放大縮小 那放大縮小的時候 也可以湊過 它放大的係數 如果是正數 那就是同方向的平行向量 如果是負數的話 就是反方向的平行向量 那當然啊 如果K等於0的時候 那就變0向量 但是我們前面有說 我們不要0向量 但是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0向量也是可以視為平行任何向量的向量 OK 那這邊我們就不多做夢 好 那之後呢 接下來在A向量上面 我們如果要找到單位向量 也就是說長度要視為1 那我們可以試著去縮放它 好 但是呢 縮放完之後 它只有要求單位長 就是長度是1 它並沒有說 要跟原來是同方向或反方向 所以記住 最後的答案有正的 那正同樣有省略 但是也有負的 所以我們就把正負寫出來 這樣一個過程 好 那這是我們在向量 進入了坐標表示法之後的一個過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可以來看一下 一些練習體 如何用坐標來幫忙計算向量的一個題目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範例1 那範例1的問題裡面 它提供了 線段OA的長度 跟AB的長度 還有OAB的角度 好 那接下來它要問的問題 它是要問一個向量 那因為它已經建設在 一個坐標平面上 那我們不妨就來試著去給它 架坐標 架好 所以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會把150度外面 這個外角 30度A 先匡列出來之後 去做出一個自帶三成型 找到它的邊長 那這個時候 你就應該很輕鬆的 就把B點坐標寫出來 可是別忘了 它坐標出了更號3之外 還要再加1 好那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找的是C點坐標 那我們就 因為有看到90度 所以我們就 再做出橘色線段的輔助線 也就是說 將B那邊的延長線 再做出一個水平線延長 之後看到橘色這個三角形 那這個時候它的邊長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跟下面的長度是一樣 1加更那3 而這時候 我們有一個90度在那邊 那這個C打角會是多少 我們可以透過 180度去剪掉中間那個90度 再剪掉下面那個角 而 這個角剛好是60 所以最後A C打也30 所以這個時候在橘色三角形裡面 就具備了一個30、60、90的三角形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邊長比例 1比2比更號3 來得到 這個時候邊長K 它就是更號3倍的 1加更號3 那就得到3加更號3 那這個時候進了我們就可以推到 OC的長度就是K加E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坐標 B點坐標 跟C點坐標都得到 也因此我們就可以順利的把BC向量解出來 而BC向量記住 是C點坐標減掉B點坐標 所以最後我們的答案就出來 -1-更號3 -3加更號3 好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架坐標的問題 那結合是大家在集合圖形上的一些輔助線的做法 那接下來我們進到範例2 好 那在範例2裡面呢 我們看到 它說下面有一個向量 和另外兩個向量的合為0向量 好 那另外兩個向量呢 PO跟QO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覺得說 在圖上我如果去平移它 當然也有可能 但是我們不妨 就把 O定為它為原點 那開始架設一個坐標 那我們將整個 就給它 坐標化來看 那這個時候 它題目所提到的PO 這個向量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那因為我們比較習慣看的是OP向量 因為OP向量是從原點出發 那P點坐標就是它的向量 好 那得到OP和OQ之後 其實它題目說的是PO和QO 那剛好是走反方向 那我們就可以做 這樣一個 反方向加個負號 那就可以得到這個向量 好 那得到這個向量之後 它說 跟它之合 那我們不妨把PO和QO先加起來 好 那PO和QO加起來之後 它會變成-35 那-35這個向量 它要跟它加起來 會是0向量的話 那我們可以知道 我要求的那個向量 叫做-35 那-35這個向量 我們再來看 3-35這個向量的話 在坐標平面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是這個向量 好 那這個向量的話 如果在圖形上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就是這個向量 那也就是C到O的向量 那C到O的向量 就是我們的3號選項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再看下一個範例 好 那接下來這一題 它比較有代數的效果 那 我們就不再做坐標平面 而是來看一下它題目敘述 它說有一個AB向量 那它分別用坐標形容了 那之後它告訴你有一個C向量 是T倍的A加上B 那我們不妨就來算一下 什麼叫做T倍的A向量加上B向量 好 那把坐標的表示法帶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C 可以經過運算得到3T-1 0T-2 跟4T加0 那紀錄成這樣 好 那這個時候它要求的是什麼 好 求向量C的長度 最小值 所以向量C的長度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利用S分量屏 加上Y分量屏 加上D分量屏 那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一個二次式 所以經過整理打開 25T-6T加5 那經過找極子要做配方 那我們配完方之後得到這個 好 那得到這個式子之後 我們就可以了解 所以它是一個拋物線開口向上的 那在T等於三分之二十五分之三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最低點 好 那這個時候最低點也就是 二十五分之一一六 但是記得開根號 所以開根號完之後得到五分之二 根號二十九 好 那這個時候的C向量是多少 我們就把T等於二十五分之三 帶回到我們的 剛才已經整理好的3T-1 豆點-2跟豆點-10T這裡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C向量 就是二十五分之 負十六 減 豆點-2 豆點二十五分之十二 二十五分之負十六 豆點-2 豆點二十五分之十二 這就是我們所求的C向量 OK 好 那這就是我們在這個題目裡面 我們可以把 向量用 坐標記錄完之後的 那個運算規則 我們也可以把它帶進來 給kea 阿菸 一個 吼 謝謝 感谢观看